那我们这一节主要就是来讲怎么样去管理自动回复器 管理自动回复器 那这个自动回复器的意思跟这个创建简讯的意思不一样 创建简讯就是单一封信件 我现在要马上发单一封信件 或者是排成某一天某一个时间点发送单一封信件 这个之前我们教过 那自动回复系统呢 GateResponse这个自动回复系统呢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别人比不上的功能 一般电子报软件比不上的功能 其实就是在这个自动回复器 自动回复器就是之前讲的 它可以发送系列性的信件 也就是对方一旦填了表单 那这个自动回复系统就会发给它 马上发给它第一封信 接着呢发给它第二封信 接着呢发给它第三封信 那每一封信中间的间隔的天数 间隔的天数是你自己决定的 好我们直接示范给你看 假设我这边 假设我从来没有创建自动回复器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第一个创建自动回复器 那首先你会看到天数 那它为什么停留在第25天呢 是因为它会keep住 会保持住我上一次的记录 所以我上次记录是已经排成排到的第24天了 所以它今天从第25天开始 那你如果不是我的话 因为我已经排到第24天了 所以你不是我的话 你这边通常是零或者是一 那如果是零的话呢 它这边会秀出立即 有没有 立即 然后这个活动群组呢 你可以选在 假设你目前只有一个群组 因为你们现在刚创建 应该只有一个群组 你就选你一个群组的 然后在这边 我就选我的LazyBone好了 我示范用示范用LazyBone 那零的意思就是 对方填了表单之后 我们立刻发出 所以它这边有个立即 有没有立即 建议立即发出 只要对方一填表单 比如说我们要给对方一个诱饵 一个诱饵 让他填写这个表单 通常我们就会送给他赠品 比如说送你一本电子书下载 或者是送你一个影片 那那个影片呢 我就会签在某一个网页里面嘛 对不对 那我就要立即送出这个赠品 所以呢 它一旦填写 而且email是正确的 那它当然就可以收到这封信件 接下来呢 立即的意思 发送时间周一到周日 这个用预设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每个时间点 我都可以去发信 那这个立即的意思就是 我当下会发出第一封信件 然后选择邮件的地方呢 假设你之前已经有编辑过信件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择之前的信件 那如果你之前都没有编辑过信件 你就不会有这些之前编辑记录跑出来 就不会有 按XX 关闭 假设你现在是第一次 所以你就按创建新邮件 创建新邮件 因为你之前没有记录 没有编辑过的记录 所以你就可以创建新邮件 好 这个邮件名称是你自己选的 就是说我就写LazyBone 注册立即发出的第一封信 然后主题 这个上面这个邮件名称 订户不会看到 只有你自己看到 那这个主题呢 就是订户会看到的主旨 主旨 那我会建议什么呢 个性化 你移过来个性化 然后选name 然后这边打你好 他就带对方的名称 然后写您好 比如说有哪伴您好 这是您的正品 教学 OK 好 发建人呢 发建人 假设你 假设你发建人就是你注册的email 那你就直接要预设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可以按这里去添加新的收件人电子邮件地址 好 那我是觉得他好像写错字了 应该是添加新的发建人电子 就是记建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才对 如果你要用的email不是预设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按一下这个 然后这里添加新地址 你就可以按 你看我这边已经有三个email了 你就可以添加你要的地址 然后把它添加上去 好 那添加完毕之后 这名称就是打你的名称 譬如说流奶爸 然后这边打我的流奶爸的email 然后按添加就可以了 添加完毕之后呢 你那个email会收到会收到验证信 所以到那个email去按一下确认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添加一个记件人的地址 那对方你在发信的时候 对方看到的就是你的这个email 所以他他可以直接回信 他回信回来就是这个email OK 这之前应该讲过了 好 下一步 好 这时候呢 这个步骤跟你单一一封信件的发送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就是编辑你就选一个模板 好 那这个之前交过了 然后再下一步 完成了 保存并发布 保存并发布 OK 那表示说什么呢 表示有人如果订阅了LazyBone这个群组的电子报 好填写了这个表单那这一封信件就会立刻发出 然后他有告诉你说我们发现您的列表中有三位订户将无法收到这封邮件是否向他们发送这封邮件 好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是说我在创建这一封电子邮件之前就已经有三个人已经填写了那个表单 所以呢你现在新增的这一封信件其实对方之前没有收过 所以我可以按是的向他们发送这个邮件按是的向他们发送这个邮件 那这一封信就会寄给对方 OK 这封信就会寄给对方 好 那 那他跳来这个画面呢 要注意哦 要注意 为什么这么多封信件 因为其实我的群组不止一个 所以目前你要看哦 假设你跟我一样 你的群组类别不止一个 活动不止一个的时候 这边有显示指活动的自动回复器 你要选择你目前想要看的哦 因为我之前是选Line嘛 那我的Line目前这个群组已经新增了 到这一封信件 这封信件 这个是第24天的 我是每隔两天 你看 我是每隔两天新增一封 所以呢 他这边有写顺序 第0天就是他一订阅我就立即送出这一天 然后第一天没有送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我是每隔第六天 第八天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七八九这个顺序就是代表那一个访客填写了表单之后的第几天的意思 所以第0天就是他一填写的当下 隔天就是第1天 再来就是第2天 所以 为什么刚刚之前他跳出25就是因为我这个Line的这个群组信件其实已经发到第24天了 但是不代表第24天了 而是第24天了 因为我是每隔两天才发一封好 那像我刚刚的那个LazyBone我把它切换这边可以切换哦 把勾勾拿掉就选这个LazyBone好 然后呢按一下旁边 他就会跳出LazyBone的这个画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示范的一篇而已 第0篇 那对方如果填写了LazyBone这个群组的表单之后呢 就会立即送出这一封 那接下来呢你要在第几天送出信件 就是在这边按一下 譬如说我在第1天要送出信件 你就点一下这边 然后他告诉你OK这个就是第1天好 你要确认一下你的活动是在LazyBone活动就是群组的意思 你这个系列信件群组是在哪一个群组底下 他选对哦不要发错了 然后这个是重点发送邮件 注册的同时或者是延迟到 延迟多久就是 假设他注册是在早上8点 延迟1小时就是早上9点才会发送 那一般我不会去这样计算 我一般我都是用整点 就是说我可能会在晚上 晚上8点 然后时差调整把它打开 打开意思就是全世界的 晚上8点不管他哪一个国家统一 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发这帮信给对方 然后底下这个预设全部勾选就可以了 那选择邮件呢 这次因为你创建过第1封了嘛 你就可以选择你的自动回复器的第1封 然后是这一封嘛 我就按选择之前的 因为我希望范本全部长的一样啦 所以我就去选择之前发送过的 然后再按编辑邮件 编辑邮件 然后修改我的第2封信件 这第2封信件 这个就不能再讲你的赠品了 因为你的赠品在第0天的时候就已经寄出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做示范 所以我故意写第2封 但是当然你要去写你自己这封信的内容大意是什么 写在竹子的地方 按下一步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之前的范本嘛 那就把这个第2封的范本再改一改 然后就按下一步 好这时候呢就按保存并发布 好这就不要发了 好你会看到第1天就出现这一封信了 那假设你觉得说我不要在第1天 我可以像刚刚我这样直接拖移 或者是说我不要了 我要第3天才发 好我就把它拖过来 这样有没有很方便 等于说对方一旦注册之后 当下会发出第1封信件 然后再隔第3天的时候才收到第2封信件 所以这个是由你自己可以随意去拖移的 很方便 那假设你 你有这种预览画面其实已经很人性化了 那假设你想要看这种也可以 好点一下这个 这个方式是他直接一条一条列出来给你看 列出来给你看 然后这边秀出这是第几天发送的信件 然后这是第3天发送的信件 其实你你其实也可以在这边直接做修改 可以直接做修改 你希望这封信第几天才发送 所以他提供你两种模式 两种模式去做 去做那个浏览的动作 你可以切换到这种模式 或者是切换到这种模式 随便你 那 我是习惯这种模式因为比较大嘛 看起来舒服 而且我一移过来的时候 他都有预览画面跑出来 那这个为什么没有预览画面呢 因为他还在生成要给他一点时间 假设你新增到第三封信的时候 其实这封信就会跑出这个预览画面了 好 那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讲的系列性的信件 那你要怎么样直接跳到这个画面呢 在这边有个我们刚刚是用邮件里面的创建自动回复器嘛 那你只要按管理自动回复器 其实就是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用来管理 你看刚这个预览画面就跑出来 所以 创建自动回复器跟管理自动回复器 就是你第一次的时候 你可以用创建自动回复器 那如果你已经有新增过了 你就直接按管理自动回复器来就好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你要去选一个你要的群组 然后会他会跳出来这些信件 你就知道你目前编排到什么时候了 那如果你要全选的话呢 哇那就很好了 等一下旁边你看 他会跳出所有的 像譬如说这一天他就告诉你 我在第零天的时候 我其实有四个群组的信件会发出去 那我在第四天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群组的信件会发出去 他这边就可以预览 非常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那右边还会显示出目前发送去的信件量 让这一天发出去的有29个人会收到 他直接列在这边 然后右边这边会列出 你要copy 还是要编辑这一封邮件 还是要去看统计值数据 或者是预览在线查看 或者是你要把它删掉 或者是你要把它做测试发送 都可以 都可以 这一章节呢 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他是自动跟进信件的最主要的功能 关键功能 因为这种东西 这种功能 你不可能 靠一般的电子 电子邮件的发送器去发送 他一定要云端系统 为什么 因为他排成啊 因为他排成 他 我们不要挑这么复杂 我们选LINE这个就好了 点方便一下 因为他 要去排成 第几天发送信件 所以 不管那个订阅者 他什么时候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加入我们的名单 不管他什么时候加入 他都会从第0封信件开始收 然后隔两天 隔两天 隔两天 因为我是这样设计 每隔两天他会收到一封我的信 所以 假设目前有 1234 567 89 11 假设目前有13封信 每一个人他一旦订阅之后 他都会收到这13封信 而且都是每隔两天收到一封 这个就是 自动恢复期待厉害的地方 他一定要靠云端去做 这个人脑没有办法去做啦 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人会来订阅你的 信件 会来订阅你的表 填写你的表单 变成你的名单 所以这个自动更进信 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样 一次一次的拜访客户 用email去拜访客户 而且呢 重点是你里面要提供有价值的文章内容 不要 不要都放广告 你不要都放广告 你要给对方的是有价值的文章内容 去提升你的专专业地位 提升你 梳立你的专业品牌形象 让对方了解你 认识你 进而相信你 所以这个自动更进系统呢 最主要目的就是 梳立你的专业形象 一旦 对方认为你很专业 他就会慢慢相信你 那你将来 推广的产品 他才会想要跟你购买 这个才是自动更进系统 最主要 最主要的目的 拜拜